丁细统绍 主席 石祖记长 林沈记长 各位首长 各位团人大家好 我请石祖记长 好 请石祖记长 诚 石祖记长好 刚才有委员提到 灵机欲爽 那 我是 82年进入立法院 当时连藏先生 那个第一次组阁 他所实验的族技长是汪坤 其实汪主技长是 已经离开族技界退休了 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再回任 当时很多人质疑他年龄 但我们现在去想一想 多怀念他 他的邻居预算 真的让当时国民党执政的 这个财政重新改头换变 所以连藏先生说 八年之内要预算达到收支平衡 后来有没有达到 其实没有达到 因为八十八年的时候 发生了九二一地震 但是八十七年决算的时候 却是收支平衡了 八十七年没有举 当时我们编了六百亿的举债 其实一块钱都没有 所以说八十七年的决算 当时就已经达到收支平衡 如果没有九二一地震 八年之内 确实可以达到 我们所临机预算的 所祈求的这目标 那个收支平衡 所以我们认为 主技长应该有 很大的宣经魄力呀 要为未来去做规划 不能说我们说一天 说一天 今天在国民党 政党轮替后 有一个人每天每一次 在我们研讨会上 都会来跟我们做一个报告 那个人是谁 也是前任的主技长 尾端 就尾波涛先生 他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潜藏的户债 当时是大概三兆 大概一千亿 两千亿 一千亿 三千亿 就已经开始骂得半死 每次来都在骂 结果我们现在 到四兆一千亿 四兆五千亿 还好像 无动于衷的 这个是我们再留子孙的 我认为国民党 你应该警惕 也应该设定一个目标 是五年 是十年 如果国民党继续执政 我应该可以达到 收支平衡 最少 绝算 也能够达到平衡才对 难道 刚才我们委员所提的意见 主技长都没有听进去吗 你都没有 全心赚志 为 国家的这个财政 做一个规划吗 有没有设定一个 五年 十年的这样的目标 说 我可以达到 收支平衡 是我想 当这是一个目标 我们很希望 那绝算 确实 很希望绝算能够平 不过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两年 债务会比较多 真的也是因为那个金融海啸 为了提振经济 所以变了一些特别预算 所以债务举借是比较多 但是举债也是要符合公共债务法规定 那可以举债的空间其实也不多 所以我们当然一定要共同努力 怎么样开源 节流 改善政府的财政 希望绝算收支能够平 否则举债也是会 也没有空间 你这样讲话的话 就请你打住 我只希望你 我有决心五年之类 或者我有决心十年之类 这个才是对社会大众的这样宣誓 你如果说我都一样节约 那你当事务官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来当政府官 国家这个财政也不需要你来操盘 所以我整个收支 整个收支当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了 一定要朝这个目标去 但是你每年的举债越来越多啊 而且举行贷还旧债也不算是借债 怎么还得完呢 跟委员报告 就说这两年真的是因为为了振兴经济 所以举债做建设 举债做建设 那当我们很希望未来能够改善 就讲到这里 另外这次选举花莲 我们特别提出说 东部开发建设条例 未来要基金五百亿 但是我们明年 领导建设基金三百亿只剩下一百亿了 有继续拨补吗 有继续拨补吗 你说领导建设基金 你说一百年啊 没有 对啊一百年 一百年我们现在正在筹编 有继续拨补吗 你说拨 你十年编列吧 我们现在十年编列是三百亿吧 最后现在只剩下一百亿吧 冤掉两百亿吧 如果说你所有的建设都换在 领导建设基金 或者东部开发基金 光一个输发高就超过五百亿的 那个基金有什么运处啊 但委员在关心这个一百年度预算我们正在筹编 我们会来 有纳路吗 一百年线盖算还没有报来 如果没有我也希望说 第一个我们第三期的里岛建设 里岛那个综合建设方案 希望能够配合你一百年筹编啊 你一百年筹编的时候 你能开放其他科目 让我们有关马祖或者金门澎湖的建设 你不换在领导建设基金中 也应该换在公务预算中啊 或者你各国营事业单位当中啊 你不开放这些科目 结果我们两头空啊 这边这个我一再提醒主 那个主计长 最后的结果 可能就如张景森陷害我们离岛一样 一边帮我们检缩了 结果没有开放科目 那实质机长这边 开放科目是多困难的 各部会都是多一次 不如少一次 无事更好 所以金门马祖 变成受害的一群 所以我在这边再次提醒 如果你不编领导建设基金 应该开放原来没有离岛建设基金的时候 各部会的支援支持 补助马祖的这个科目 如果没有 你就陷害我们啊 所以说我今天 利用这个 主席 那个恩准的这五分钟 最主要的是要请主计长 注意一百年的编列预算 不要伤害马祖 不然马祖两头空的话 我们会注意 就是说那个 像九九年度 事实上大概有 也有编了 大概九亿多了 那当那个 委员的意思就是说 要重视这个 马祖部分相关计划 我们会注意 好 因为时间到了 我就不赞愿大家时间 但是期望 我们实质机长 跟主计处的各位首长 关心一下马祖 不要让我们两头落空 是是 好 谢谢曹耳宗委员 谢谢观看